我叫袁修刚 是武当三峰派第十五代武术传闻 武术它是整体的一套训练方法 来改变人的身体和思想 身体从僵变柔 再从柔到刚 看似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那人的思想就变了 从头は深尴 저기 走起来 bli隐屈感 sé人 彻底里 身体坐不松 身体一柔和 思想也就柔不下来 亨顿学武是为了打赢 优利觉得很酷 还有学生的都是学了 为了去报仇 但后来他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真正的强大是暴龙 是一种能够化解对立力量 太精了 不要抗 我抗 你看我 两个人这样抗 跟两块磁铁一样 如果两个人都抗 他就会像冲 那你如果不太换一个观念 会有一味地去想严别 大人一传还不如画人一招 这个叫有勇来大 有日最刚 我教过上万个外国学生 开始语言不通 学生只能靠笔画猜测去学 我想每个外国学生 他来学中文很难 不如我来学英文 然后开启你的腿 如果你是自己的脚 然后肩膀放在脚 一个人的强大 不是他能打赢多少人 而是他能感化多少人 武当山要叫太河山 河是让不同的事物并成空处 河而不同 是天地万物生成之道 有点蚀土 我说你会说 是天地万物生成一样 这位学生